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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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星期三上架的Shall We Talk 请来王志愿聊天 他在廉政追击里面演的大反派卓庭光 最近大受赞赏 姦德黎好有型 他由最初闪电传真机的Ben哥哥 真情的乖仔阿海 一直演好男人 警察 律师 到现在终极大奸角 演绎角色的手法成熟 他会谈下这套剧和演戏 Ben和太太20岁 在餐厅做兼职的时候认识 一起三十多年了 早前因为疫情 他和陈伟老公 合作投资的衣美生意 决定退股 现在支持太太做网上生意 为什么他在2004年结婚之后 他定留在香港陪太太呢 因为我很熟悉他的人 他未必适应到 他在加拿大读完书 回来 要重新讲过广东话 也有困难 他用英文讲 他会表达得更容易 突然间你完全 又丢下了个语言 又重新学普通话 又要回大陆住 这个转变太大了 他回到香港也是想在香港找一些外资公司去做事 变成大家的方向 事业上的方向 如果我要回内地拍东西 一走 你又走 一年有八个月 不在香港才算 那你都很大问题 变成你要 我又要留在香港 我又可以 我又不用转行的 TVB我都是拍戏而已 我没有离开我的梦想或者我的兴趣 他又可以在香港有他的工作 当时就是这样去选择 你年轻人拍拖子就成了 比丁白蓝 那声撞地就会吵架 他说我 stubborn 说我固执 我会觉得自己有原则 但女生就要人去哄 他会 你变成你要懂得避受他 你怎样学懂得避受他 就是不知道要衰得多就知道了 就是你两个人 你又要喜欢玫瑰 你又明知玫瑰有刺 那你就要跟刺都一起相处 久了是互相去依靠对方 我有些事情 现在我不懂的了 全部 喂老婆 怎样啊 这些事情怎样搞的 因为习惯了他帮我做 他亦都同样 一有什么就老公 要做些什么 那好像大家生活上高 除了是一个爱之外 还要是互相的不能缺少对方 我没有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我什么都不懂的了 那一部分我不懂的 他又是没有了我 那一部分他又不懂的 那变成大家都好像 大家都是半杯水 加上就是 加上就是100分了 他现在去做一些网上的小生意 那些这样的东西 就是转型了 其实转型了 转型去做一些网上的小生意的东西 在这个角度去 可以帮到他多少就去帮帮 逐渐地两个人一起走 是不是同心很重要 同步同心是很重要的 你们结婚都挺有型的 旅行去到纽斯林那里结婚的 早上在网上登记 就在纽西兰接受的 网上登记了 就是所谓定了个日子 接着就飞过去 飞过去 真的夹到那天 早上下机 下午就去注册了 真的回到酒店房 大家各自洗过凉 老婆化妆的时候 我就偷雞酒去买一盏花 不知道的 不懂路的 周围撞撞撞 哇 花檔 就立刻买一盏花 老婆洗完凉化完妆 出來就看到有一盏花在那裡 就拿着一盏花 就走了去注册了 注册 接着就打電話回去 各自打電話回去 就跟爸爸媽媽說 喂 我娶了老婆了 我嫁了 這樣 我們不喜歡很多人 就是一想起搞婚禮 要很多人 我們腳頭就會發脹 我覺得始終是兩個人的事 所以就用一個這樣的方法 上身都叫做穿禮服襲衣 下身大家都穿牛仔褲 我就穿禮服襲衣 但是胎都沒有 鋪胎都沒有 就穿一件襲衣 我老婆也是這樣 穿得漂亮漂亮的上身 下身大家穿牛仔褲 我記得是由酒店走過去 已經知道路線了 就是已經檢查了 我走十分鐘而已 OK 就是這樣走過去 註冊完之後 就牽著手走回去 就變成黃先生黃太 選了Christ Church 基督城 就是你覺得 有個耶穌基督看著你們嗎 我覺得是命運有安排的 又剛好那天有個旗 那個班機 基督城也是紐西蘭其中一個 旅遊客會必到的城市 就是這樣 所以感覺是蒙恩的 蒙恩的 雖然說兩個人 但是其實有我們的信仰在裏面 那就是選了廖斯林這個國家 我們喜歡山山水水的 就是一些大自然一些 自然的地方 那又可以放慢腳步 那之前就投資做一些 美股那些東西 那現在是不是已經 我退出了 我退出了 原因是怎樣 partner還在做 是 原因就是其中一個partner要移民 他想移民 也想分回他的份 那變了就是 那關係不同了 整個partner的關係不同了 那時候我就回了內地拍戲 變成了其中一個就是他自己做 他自己做 既然是這樣的 那我也不做了 那我就又退出了 那有沒有不開心 都是一個經歷 沒有蝕到 那就最多虧了自己的工資 就是沒有東西的 你做老闆 是不是 你的付出沒有這樣算 又沒有蝕錢 那也都這樣說 當時來講 就是疫情 疫情和之前的社會運動 各樣 對中環這個地方 都挺受打擊的 一年三百多天 你開得一百多天 三分一時間開店 那都能夠維持到 都不用試 那我覺得都是挺好的成績 阿偉哥是不是你介紹 還是怎樣的 就是 沒有介紹的其實 只不過是 開張那天 有個記者會 其實我也請了很多人來的 陳敏是其中一個 那之後 不知道是 上來做什麼療程 那些 久了 他們自己搞什麼 我不知道 黃志賢二十歲前做過警察 但他夢想是演藝行業 八十年代尾經訓練班 加入無線 由兒童節目轉拍劇 有二十幾三十年之力 這次他在廉政追擊那裏 演奸角卓生 有他自己揣摩角色的一套方法 演員的角度 我不管你正派也好 反派也好 我現在是在演一個人 那我就想問 這個是什麼人 為什麼他會成為反派 為什麼會由一個孤兒 可以去到這個位置 反而我會探討這方面 其實從來我接觸角色 都是用這樣的角度去想 演員就是演一個人 他遇到不同的事 可能有不同的選擇 可能他會走善的一面 走惡的一面 就是人性的造型的時候 然後首先我覺得最大的挑戰 我要做卓曦的養父 年齡真的相差十二三歲 我跟他實際來說 但是怎樣可以 他做年輕一點 我又做年紀大一點 可能那個說服力會大一點 所以其中一個挑戰就是 我要做一個爸爸 一個高軍炎的爸爸 一個卓曦的養父 怎樣會入信 可能就需要一些鬍鬍 鬍鬍鬍都不夠 還要塗白他 令到個人再成熟一些 所以我每次開工之前 就兩個小時化妝連整頭 我想效果好些 用什麼態度對大兒子和小兒子 一個是修養 一個是親生 但是就不同的態度 所以我一出場就對著小兒子 是挖著他 其實有一種恨鐵不成鋼 那種的心態就是 唉 你生性了 但是一個這麼man的人 他又不會這麼婆媽 去講很多話 就是一個眼神一挖挖著他 其實你裏面有一種猜味 有一種惡的東西 你就算做不到 都是 你很惡 嚇死小兒子 這件事我想我 我盡量去改變自己 我記得我在兒童節目的時候 已經譚慕英已經說 你的樣子不要這麼嚴肅 你會嚇走那些小孩的 自己不覺得的 因為我本善良的 我就覺得我個人都挺好人 但是沒有跟你相處過 我只是看你的樣子 你會很嚴肅 很容易會很兇 譚慕英的提醒之後 我就經常要去放輕一點的語氣 不要這麼挖 或者是笑容笑多些 就是令自己想親切一些 小朋友多一點來我這裡 就是不要怕了我 我想跟我以前做警察有關吧 兒童節目之前我做警察 變成習慣了要酷一些 對著高君賢他們 蓋他們這些技巧上 你怎麼做 我寧願他打我 為甚麼 因為我很怕做打人那個 真的要狠起上來 一巴一巴蓋下去 大家做演員都會明白 狠狠地一剔過 不要搞這麼多次了 因為搞這麼多次 大家都痛苦 你看我的手掌這麼大隻 一巴蓋下去 如果真的放盡地蓋 可能會暈一暈的 巧妙是你要避開耳朵 你蓋還蓋 你不要蓋在耳朵上 如果你面珠這塊位 這樣 音響效果好像很響 但是其實是不會說很痛 為甚麼卓熙會聽過 爸爸懷疑疏遠的朋友 就是看我和他之間的父子關係 有多深厚 我記得原本的劇本 我要打他的 原本某一些場口 我要打他 我就跟導演去談 我沒理由打這個兒子 但是如果靠暴力去成功 他不會很高的位置 當你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是會眾叛親來的 尤其是那個樣子 為甚麼要由姓張改姓卓 這些是心甘情願 我要跟你姓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後期有一場 真的揭開一個身世的戲 知道了一個秘密的戲 就是我和兒子那場 大家都很有感動的 網民簡直說 我都想有個這樣的爸爸 那時候我會想到 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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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社會 就是講黑社會 但是他很講家庭 所以就好像一再強調 你不要搞到我卓家 你不要搞到我卓家 就是本來那個劇本 只是說你不要搞到我 但是我就改了 不要搞到我們卓家 那和羅琳 叫做甚麼 重序 計算這個真情 很多年前 那些網民和我們計算 26年還是27年 都是 你都賺你們兩個 吃了防護劑 不是 他比較厲害 他比較厲害 我覺得他都是一直保持到 他那種高貴 很高貴 很有闊態的味道 但是私底下 其實他都很吃力的 我知道他都是要照 照大三個小孩 就是靠他自己 我都不簡單 那去到那個問題 可能經常都問你 掌項這件事 會不會經常擦身而過 很防釋 其實有時候自己都心裡有數的 可能你年頭的劇 都機會會差些 又或者你做的角色 可能都發揮不是很大 是會有人說你好看 是有進步了 但是又未至於是出彩到 個個都說大熱 始終冠軍只有一個 有時候自己都心裡有數 我覺得又不可以太過自我膨脹 說為什麼不是我 我覺得有些事情是講時間的 雷霆素讀的時候 就是辣薑之後那一年 為什麼不能提名最佳南配角 但是公司告訴我 這個是主角來的 那你可不可以矛盾 這個是主角來的 三個主角 三哥林峰和我 三個都是主角 那如果我把你放在配角 又好像又不知道怎樣 就是有這樣了 那所以 我很快就過去了 公司給你做主角 那你還欠什麼配角 很快消化了一件事 我覺得坊間為你抱不平 好過你自己鬼殺這麼吵 幹什麼鬼 我會滿足一點的 我是喜歡這樣會哄到自己開心一點 就是我不會和自己過不去 你說不開心一定有 做哪一行都有的 都有不開心的 實會有些不公平 或者怎樣的人突然衝著你來 那實會有的 你自己怎樣調節的 你每天都奮世侄 嘎嘎嘎 我覺得都是另一種的討厭 聽得多 好煩 他又來了 我們行中都會有些人這樣 都會發覺 嘩 他又來了 一講開就樹葉都下來了 這樣 我覺得我避開不做這些人 因為那麼多年來 我不可以說自己是好幸運 實在說不上好幸運 遇到的角色 遇到的百樂 貴人 你說沒有嗎 又不是 很明顯嗎 又看不到 我不敢說 但是我是不是很不幸運嗎 又未至於 都有一種打不死 戒乎兩者 那麼so good 但是又清不上話很有成就 不敢說 每次的角色都會有個回響 有個評價 如果一面倒來彈你的 當然不開心 但是八九成的人都認同你 讚你 不是為了那十個percent而耿耿於懷 拿獎是重要的 你問我是不是可以視乎貴如浮雲 沒有 還不是 不過你知道那個timing未到 就不要捏著不放了 你就輕輕鬆鬆去參加一個party 去替朋友猜一下獎 timing 我說天時地利 求而求不得是最痛苦的 和黃志賢做這個訪問 聽她說婚姻相處之道 演戲和對獎項的看法 覺得她成熟得來 又未至於老油條 仍然很有熱誠去做好工作 又不少金具可以帶落隊 最後想問她 假如讓她約一個人坐下來聊天 她會約誰呢 我會約張仲文 內地的一個演員 最近我很喜歡看她那套《狂表》 我也知道她是一個廣東人 但是她的普通話說得很好 我想在這方面大家聊天 一點阻礙都沒有 她也是由低造起的一個演員 我很想跟她聊天 在這方面我聽到一些事 跟她說甚麼 我 począt? 她也知道她都是一位 跟她說的 半низ 有了 厘強 是